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涉及一马公司舞弊案和SRC洗钱案的国际通缉犯 刘特佐的同党纪国天 潜逃五年之后拿在这个月初回国之后落网 并且到反贪会总部协助调查 然而就在反贪会才刚刚对外宣称 纪国天完成录共程序或准保湿外出的同一天 却突然爆出他已经离世的惊人消息 那一下子就引起了诸多的揣测还有说法 根据布告内容 纪国天在今天早上十点举病 然而八点最热报团队今早八点钟抵达灵堂的时候发现 纪国天的出病仪式提早两个小时进行 大部分按时到场的媒体都扑了空 家属对所有的仪式保密 也拒绝对外发表任何谈话 并阻止媒体拍照 那纪国天的家属今天上午 也透过代表律师发文告澄清 指纪国天是在这个星期一 死于严重的突发性阵风 并触请各界不要对纪国天的死因妄加揣测 让他们保有私人空间 那根据报道 在向反弹会入口供的过程当中 纪国天供出了刘特佐目前 人在澳门的这个行中 他也被报道形容为 是刘特佐最器重的得力干将 曾经协助汇款到波斯库纳吉的银行账户 不过相比起刘特佐的高调 纪国天一向却非常神秘而且低调 外界只能够从法庭案件审讯里头 从证人的口中了解一二 涉嫌一马公司丑闻的在逃富商 刘特佐的助理纪国天 在回国不到一个月精诚病逝 今早在吉隆坡甲冻的曾江基盛堂举病 根据复告 丧礼仪式原定在今早十点举行 但是八点最热报团队 早上八点左右抵达之后发现 家属已经提前结束法事 准备出发前往火化场 记者尾随灵车抵达益山 但是在场的亲友拒绝接受采访 而火化仪式也在早上的九点二十分结束 OneNDP案件当中 刘特佐的关键同党纪国天 已经离世享年五十六岁 而根据反贪会从纪国天口中得知 那刘特佐人就逆藏在澳门 不过曾经揭发一马公司舞弊案 内幕的惊吞亿万作者布拉里霍普 他却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 他认为刘特佐现在是被软禁在中国上海 那刘特佐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 经常在澳门 香港 深圳 还有泰国之间行走 但自从那集在2018年全国大选失利之后 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指 刘特佐的活动更多是限制在中国境内 不过中国在此之前 已经否认了这样的说法 那刘特佐是不是被软禁在上海呢 今天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巡视的内政部长塞夫丁 被记者追问的时候表示 他无法证实这件事 那他们只会按照适当的措施来行动 现在则会维持现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